重點 重點一樣 這兩個都愛考 我們要教折射會有折射定律 這個愛考 後面還有一個更多要記得 叫做透鏡的成像 這也非常非常的愛考 所以折射跟透鏡的成像是比較重要的 考試考的比較多的 第一個叫做折射 跟折射定律 我們前面教過什麼叫做折射 一個波從甲介質進入乙介質 因為兩個東西的密度不一樣 所以波數不一樣 因為波數不一樣 所以前進方向就發生改變 這個現象叫折射 像這個圖上面所顯示的一樣 光沒有再走直線了 走的路偏折了 所以這個現象叫做折射 好 那在發生折射的時候 波數會不同 我們講過 因為東西的密度不同 所以波數會不同 但是頻率還怎樣 一樣 我們在前面教聲音都跟你講過了 再教波就跟你講過了 同一個波在任何介質頻率是一樣的 同一個聲音在任何介質傳播頻率不變 光也有類似的性質 同一個光在任何介質頻率是一樣的 所以頻率不會變 但是速度會變 可能會變大 可能會變小 可能會變小 然後你就要回去 記得我當時要你背的事情 光速 真空大於空氣 大於水 大於玻璃 就會用到他 OK 好 那為什麼速度不一樣 就會發生折射的現象呢 那我們有一個說明 就是用所謂的最小運動原理 最小時間原理 自然界也很偷懶 他要往前走 他希望花的力氣最少的 時間最短的 最容易到的 最快到達 走這條路過去 叫做最小運動原理 所以 如果是兩點之間怎麼樣走最快 走直線 走直線 所以兩點之間走直線最快 所以 就走直線 所以我們說光在真空或者是均勻界質中走直線 光的直徑 但假如說現在不是了 有個地方跑得快 有個地方跑得慢 會怎麼樣 現在呢 這邊是水泥地 前面一大開爛泥巴 那你的球加爛泥巴地裡面 你是不是直接衝過去最快的 不見得 不見得 為什麼 因為 你在底下走得比較慢 上面走得比較快 那你就會希望走得快的地方多走一點 走得慢的地方 少走一點 所以你不是這樣衝過去最快 你可能是這樣子走會反而比較快一點 這樣走可能比較快一點 快的地方多走一點 慢的地方少走一點 合起來花的時間會比較少 合起來花的時間會比較少 這樣反而比較快 這樣就有沒有走直線了 沒有 發生所謂什麼現象 折射的現象 但是如果是這樣子咧 這樣走怎麼會最快 直直還是直的走嘛對不對 因為你走任何條路 你走任何別的都是 快的也多走慢的也 多走嘛 所以這個直直的時候有沒有看到折射現象 沒有折射現象 戒指不一樣 速度不一樣就會發生折射 跟你說說明 好 因此 有一個重點 就是 如果我是垂直入射的時候 有沒有折射現象 沒有 如果我的光是垂直的射進器的時候 此時有沒有折射現象 沒有折射現象 這個時候是沒有折射現象 可以嗎 OK嗎 OK 很好 折射定律 反射有反射定律 折射有折射定律 所有的反射都遵守反射定律 所有的折射都遵守折射定律 折射定律一樣有兩點 第一點 入射現折射現跟髮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現折射現在髮線的兩側 兩邊 好 這個有的時候會有題目畫圖畫錯的 你看到畫錯了 畫在同一邊 入射現這畫圖是錯的 OK 這是第一個 入射現折射現跟髮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現折射現在髮線的兩側 第二點 入射角折射角比較大的 代表光速比較快 這件事跟所謂的折射率有關 高中才會交折射率 高中才會切得到一些跟計算有關的東西 國中沒有任何形式的計算 所以國中只告訴你一句話叫做 角度比較大的 代表光速比較 但是沒有成正比喔 不是說我角度是兩倍 對吧 光速是兩倍喔 不是這個意思喔 但是角度比較大代表光速比較快 我們不做任何形式的計算 所以我們只要有觀念就好 什麼觀念 重要觀念 角度大的代表光速比較快 重要觀念 OK 好 叫折射定率第二點 那還是一樣 好多名詞 什麼意思啊 什麼叫入射線 跟反射定率一樣 入射線是什麼東西 入射光的前進方向 叫入射線 好 入射光的前進方向 叫做入射線 折射線 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叫折射線 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叫做折射線 啊 法線講過了 什麼是法線 什麼是法線 跟障礙面 跟这交界面垂直的线 跟这个交界面垂直的线 叫做法线 叫法线 OK 叫法线 所以了解一下什么叫路射线 什么叫折射线 什么叫做法线 路射线路射光前提方向 折射线折射光前提方向 法线垂直交界面的线叫做法线 还有一个啥叫做路射角 前面交过什么叫路射角 前面交反射运用交什么叫路射角 路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路射线跟法线的夹角叫做路射角 路射线跟法线夹角叫做路射角 那从理什么叫做折射角 折射角就是 折射线跟法线的夹角叫做折射线 跟我们交的当初的反射定律一样 只是把反射改成什么 折射而已 只要把它改成折射 其他话都是一样 路射线路射光前提方向 折射线折射光前提方向 法线垂直交界面的线 路射角 路射线跟法线夹角 折射角 折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OK 了解每个名词意识 然后以后才开始懂 你不知道问什么 然后问什么 有另外一个讲法 我们刚才讲过说 光束比较大的角度比较大 光束比较小的角度比较小 那还有一个讲法叫做 偏向法线或者是偏离法线 如果我从一个快戒指 进到一个慢戒指 我的折射角会变得比较怎样 小 折射角变得比较小 所以它就会像法线那样 像涂上显色这样 所以叫做偏向法线 所以从快戒指进到慢戒指 折射角会变小 所以叫做折射线跟法线 跟假角会比较小 所以叫做折射线会偏向法线 所以快到快会偏向法线 那如果说是慢到快呢 就会叫做偏离法线 因为从慢到快 我们的折射角要变大 所以就表示折射线跟法线的 假角会变大 角度变大了 就表示折射线会偏离法线 所以有的考卷的题目或答案 就是写的是偏向法线或者是偏离法线 偏向法线或者是偏离法线 OK 所以我们就是讲过的折射地域的第二点重点 就是那个角度比较大的 角度比较大的代表光速比较快 那以后考试有一种题目 有的画四张图有的画一张图随便 然后呢比如说画四张图 都从水四到四个戒指 然后有不同折射角 或者是画一张图有三段 然后有不同折射角 然后就问你说谁的光速比较大 谁的光速比较慢 我怎么知道 看什么 谁的角度比较大 就是我们未来解决题目的时候 人家画一张图或画四张图 然后问你说谁的光速快 谁的光速慢 我怎么知道 我就看谁的角度了 角度越大的代表光速就会越快 角度越大的代表光速就会越快 所以这个图上面 左边的图是水受到空气 我要你背 尽量的光速就会越快 你记得吗 真空大于空气大于水大于玻璃 所以呢 从水受到空气的时候 光速会变得比较快 空气光比较快 所以这个角度会变得比较大 所以左边的角度会变大 偏离法线 右边是从空气到水中 那就是速度会变得比较慢 所以角度会变得比较小 就会偏向法线 OK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这样有没有折射 没有 垂直入射的时候有没有折射现象 没有 垂直入射的时候没有折射现象 OK 这就是重点 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因为玻璃的速度比空气小 所以根据折射定律 有一个三菱镜在那边弄 它就会偏向后的地方 我要讲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未来要用到它 这个三菱镜 会折射两次 进去的时候折射一次 出去的时候再折射一次 进去的时候角度要变小 出去的时候角度要变大 所以这样折射完之后呢 折射完就偏向那个比较厚的那一边 底部厚的这一边 这一句话我未来要用 这一件事我未来要用 所以我给你提一下它 我给你提一下它 我给你提一下它 OK